動腹疾強 環莊縣同車典禮 柯喉手拉手一起出席 但如今這場景卻已成追憶 要凸顯自己行政效率 後移檢視柯市長政績 只他任內沒有完成一條捷運 但柯文哲卻說 那是因為都在幫你 沿見柯文哲就要把工攬去 新北捷運局也隨即聲明 柯文哲執政8年行政效率不張 雙北捷運變成南科一夢 夢醒發現一場空 不如新北自己來推動 甚至提到萬大中和樹林線 2010年核定至今 交到柯手裡還沒完工 施工還嚴重 影響交通 我們昨天稍微整理了一下 光是這些路線 不管是土城 還有這個土城線 延伸到頂埔段 或者是這個桃園機場線 那麼其實這些可以看得出來 都是柯文哲市長任內推動的 自我矩陣就連手版都做好了 舉例來說 土城線延伸頂埔段 陶基三重站圍軌 信義線東延段萬大線的第一期 都是柯文哲任內推動 但新北人緊咬 推動不代表已經完工 信義東延段 僅1.4公里 一座車站竟然是花了13年的時間 還沒有蓋好 柯正銀拿出的數據 反而是凸顯了 他在台北市長任內 八年的捷運成績單零分 以及死盪的事實 選舉不能夠是非不分 公務機關公務資源 不能濫用來做選戰的機器 只是想把民調往上拉 老二老三互打 真的有效嗎 TVBS新聞綜選會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